我们凝结处初学时间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 你看我的膝盖 and two and three and的时候呢 我们的动力腿一定要拉开 我们的主力腿呢 一定要把重心放完 第二个点是 for初腿的时候 我们的动力腿脚踝 膝盖一定要发地 这个感觉就像铁锹一样 往地上踩下去 是重排 不可以这样for 一定是重排 不 好 同时我们的胯骨往下压下去 再来移动重心 拧转脚踝 好 我们再带入这两个知识点 一起来一遍准备 and 擦地板 and three and and one 我们今天呢 来学习方形步后退的这一部分 在这个步伐里面 主要强调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在我们three的这一排 and two and three 的时候呢 我们的动力腿 一定要做一个持续的发力 这个力量是不能断的 它是连绵不断的力 它不能断掉 一定要持续的做我们的拎转 拎转 再用主力腿转动 将动力腿带回 four and one 好 不可以这样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它是不能够松懈掉的 好准备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more and three